展现体育教育成果 苗栗县投奋国中三位八年级跆拳女将 夺下了全国中等学校跆拳锦标赛 三金一银的佳击 除了备战全中运 其中家境不理想的蔡云慈 在台湾光照基金会的赞助下 自律勤奋 运动学习无后顾之忧 展现成果 动作步伐一致 气势与实力兼备 投奋国中日前参加全中警 成功摘下个人团体三面金牌 尤其是新著名之子蔡云慈 勤奋负责自律 不应家庭环境 减少对跆拳道的热爱 在台湾光照慈善基金会 栽培之下 得以安心运动 两年前开始 他所有的有关训练的部分 包括教练费 包括营养费 包括这次他升等的费用 都是由我们基金会来赞助 我们希望能够帮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在无经济压力之下 打下一片天 还有一路指导我的乌教练 还有两个队友 在我最累的时候鼓励我 支持我 这次成绩有什么想法吗 就很开心可以 两个队友跟个人的成绩 都可以拿到第一名 除了基金会与学校支持 蔡云慈也获得队友满满正能量 三个人每天利用放学时间训练 一课不敢懈怠 基本上都没有休假 每一天 然后除了学校上完课之后 晚上就要训练到九点十点 然后到了假日 从早上八点半 可能就要再操场 然后也一直到晚上 那他们一直都没有 没有在休息 就是为了说 在跆拳道这块领域 他们可以拿取更好的成绩 也可以帮助他们 在未来升学上面可以走到更好的一步 近年头分国中积极栽培学生选手 以战养战强化跆拳实地 全中景就是最佳证明 得到跆拳品势的冠军金牌 我们非常高兴 由于同学们自身的努力 教练的指导 以及学校老师的关怀 更加上我们基金会的协助跟支持 让同学们午后顾之忧 他们也将在本周到新竹 去参加110亿学年度的 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比赛 台军女将蔡云茨 徐以玄 陈于琪 这几天也全力备战 3月10号的全中运 有信心赢得好成绩 为学校也为家乡争取荣耀 谢谢大家